来看到桃园市中立区的人口突破了40万人 但因为疫情的影响 有很多人是工作收入减少 也导致了静贫家庭是日渐增加 而市政府呢在内力就成立了社福馆 设置有亲子馆、公托和安家食物银行 提供亲子供学、供玩还有托育的服务之外呢 也能够满足弱势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资 桃园市长郑文灿今天参观内力社福馆 视察整体运作情形 社福馆在今年的三月开幕 一、二楼设置亲子馆、三楼公托中心、四楼安家食物银行 其中公托中心共四班每班15个孩子已经招生额满 至于安家食物银行则提供各式民生用品 帮助静贫家庭补充生活所需 中立区人口快速成长已突破40万人 为了平衡中立前后站需求 特别在内力设置社福馆来就近照顾在地居民 社福设施的社区化 是我一个重要的目标 要让微型的福利设施可以可及、好用、温暖 由于母亲节将至 内力亲子馆特别规划 妈妈我爱你活动 来增进亲子间的互动 今天许多年轻妈妈带着小宝贝到社福馆参观 希望能够就近托育 很不错 就新的吧 东西都设备都新的 我觉得这里真的挺棒的 对 这几年来受到疫情影响 工作收入减少 导致静贫家庭日渐增加 桃圆市政府家庭中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帮助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渡过难关 未来市府将扩大各项社会福利政策 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 打造一个友善宜居的幸福城市